有 想入行的 但他們有三個問題是特別關心的 第一 他們是怕沒有客源 第二 生活不穩定 第三 覺得自己口才不好 我想問你有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他們 好 那就分享一下 我想問一下你的朋友 對保險這個行業有些興趣 否則他們都不會考慮入行 除了這三個 應該你的朋友解決到的話 入行的機會都會很大 好嗎 不如我嘗試和你分享 第一個就是沒有客源 我通常都會這樣和我身邊的朋友說 你現在當你有很多很多朋友 其實你的朋友是否一定會和你去做投保呢 都未必的 是不是 當你身邊的很多朋友 又不是一定去代表 身邊的很多朋友 又不是代表他一定會幫你去買保險 如果身邊沒有朋友的話 是否一定做不到呢 其實我又覺得不是的 我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做這個服務性行業 只要你的服務是做得好的話 其實一個賴一個 一個賴一個 好像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如果我們做了 我當我有一百個朋友 你一百個朋友都做了 是否跟著我下來又會怎樣做呢 是否我代表 那我一百個都做了 那我沒得做了 那我豈不是要走 其實是未必的 保險這個行業就很多元化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服務做得好 我們真的對保險有種熱誠在這裏 為甚麼呢 我經常講的例子 今天你去店鋪見到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很適合你的朋友 你會否介紹給他 會 一定會 為甚麼呢 因為適合他 因為漂亮 但你不知道他喜歡不喜歡的 先介紹一下 沒壞的 同樣道理 保險就是這樣 你將好的東西介紹給他 那他接不接受 另外一件事 當你介紹了他接受的話 他覺得好的話 他會將這個好的東西 去告訴他身邊的朋友 而我們做現在的保險這個行業 也是一樣道理 只要你本住一個很有 對保險很熱誠 和真的能幫到的朋友 你想想 很多人都會說 會不會很長呢 不要緊 我看到 我會看到他 會被剪掉 很多人都會說 我做保險是賺了他的錢 其實你做一份保險是 你將一百萬的美金 或者多少錢的美金 送給他家人 你想想我們這個工作 或者這個使命是多麼偉大 當他遇到有甚麼病 需要醫療費 或者家人真的不幸 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這一百萬的美金對他來說 你有沒有想過是他的肛環 我們先不要自己想自己 我們想一下 我們做保險是將這個保額 送給每一個家庭 這樣想我覺得會好一點 至於你說我身邊沒有甚麼朋友 其實看看你怎麼看 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主要是做一個服務行業 我剛才說了 只要你做得好 我相信你身邊的朋友 他會感受到 和他會推介很多有需要的人 給你 明白 那客戶就是不斷不斷地去創建 這樣 好了 至於你說第二個 是沒有 怕收入不穩定 怕收入不穩定 這個是是的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簡直是沒有底薪 但是其實現在 年代進步了 現在我們進來 我們有一個叫做 Alarance 給他 一般來說 都可以應付到你的衣食住行 和交通費 我覺得有一個基礎給我們 或者給了新入行的同事 打了底薪 他會有信心 再加上現在公司的平台 的培訓是相當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 明白 但是他第三件事 就是覺得自己的口才 不懂得跟別人說 OK 也有很多朋友 他都會告訴我 我不喜歡銷售人的 我不懂得說話的 其實誰一入行 就懂得說話 就是懂得銷售東西 是吧 但是當然我們經過培訓 還有我經常說 我們只不過是將一個好的東西 去推介給別人 那怎會不會不懂得說呢 都是的 我們是將一個好的東西 去告訴朋友 你做完這件事之後 你家人會有什麼變化 你不做這件事 你家人又會產生什麼變化 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明白 當然 說就像簡單 當然我們都會經過很專業的培訓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平台 或者很多很多的培訓系統 去給你 令到你的技巧 是會不斷不斷去提升 OK 我相信我朋友聽完之後 他都覺得很OK 好 那就快點考牌 好 我會提他